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七节 耶利说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 因为我差弦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 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 你见不见这个就是我一向有一个习惯 就是我任何聚会 我是完全让那个聚会去震撼我的 我预备我的心 我全心全意 我是以一个敬畏的心去参与这些聚会 我觉得只是这一点 有些弟兄姊妹架极她都不会学 因为她觉得好像无利可逃 对不对 必须对神这么尊重 但我不是 我本身逢亲在聚会当中 我是捍违当时最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就如我所说 如果我自己私底下的话 我会跪着你听 在那里听讯息 这个其实是我这样养成 我对神华语的尊重 变成为我灵魂体 完全会被那个聚会震撼 尤其是那个聚会的恩赐 简直是难以置信 那么厉害的话 它会震撼到我灵魂的心处 你知道吗 共鸣的 但是也是因为神就教到我了 就是因为我这么打开 就是因为我对于神的恩赐 是这么小心翼翼地 这么尊重的情况下 那神就很容易教到我了 对不对 因为再负制 要教入在我的内心 成为我自己的品格 和我的信仰一部分 对不对 所以变成 其实这个是牵涉到 我自己从最小的小习惯 在信了住之后 至于我自己侍奉的心态 那样东西 我根本其实是打好根基 因为我打好根基 然后我杀肿的话 那真是圣灵临到 要将那样东西 去影响给我 因高给我 或者甚至是用知识上去教我 我都能够完全去感受得出来 然后做得出来 而最重要就是 因为我有觉慕不忘的记忆力 我会记得出来 然后到最后 我做得几次的时候 我已经可以分析到 究竟那样东西 如果以一个平常人 是怎样可以做得到 为什么 因为这个本身就是我的恩慈 我能够将最复杂的东西 是用最简单的方法去传递给人 有时是传递知识 有时是传递那些恩慈 直接传递那些恩慈给人 我会教他们 最重要的是教他们的心法 因为一生的国后 是由心理五法出的 对不对 所以变成在这么多年当中 我发觉 真是最能够的了 最能够的就是 那些人 他们可以在我教的时候 去领受得到 拿得到 这个就是我这么多年见过 我身边最能够的那些 但不会有人 去到我这样的程度下 我以为 接近无私自通下 是可以去做到一些 能人所不能的东西 因为一开始 我还是看到有些人做到 然后我去祈祷 我希望能够得到 神当然是 他真的能教到给我 他能经历到 让我做得到 但到后期 其实我求的很多是 教会历史上未出现过 教会历史上 从来未出现过 像我们这样 圆圆不绝去 发现第一个 momentum的秘密 就是音乐的所有秘密 然后可以不断作歌 教会历史上从来未出现过 每个星期说的信息 啟示多到 是几十年 教会历史上从来未出现过 教会历史上未出现过 接近万能的 因此运作的牧师 无论call委 接收啟示 无论医治 教会人数增长 教会体制的建立 关于国际性的预言 在历史上未存在过 在历史上 所以不是所谓 周身都没有张理那种 而是周身都将张理 成为时代宝刀那种 那种级数 是我们破了很多记录 我们做了很多 惊人的创举 我们由开始日报 到现在我们所分享的 主日讯息 随时我们常常都说 就是说 真是世界上举世 有哪一个人的港导 是需要用道读 去给他们所谓稍为宁多些 是吧 而大问题 更加我们一说的讯息 已经是可以说 穿插超越 可以说 混合别人那一笋 直接混合别人那一笋 就是说 历史学家又不够我们来 政治学家又不够够我们来 经济学家又不够我们来 我们天文学家又不够我们来 甚至现在说那些 说黄道十二公 那些星座那些 都没有一个够我们来 我们说的古文物 没有人够我们来 我们说高级几害 没有人够我们来 我们说的任何现在 甚至将来预言的先知级 这些讯息 也没有人够我们来 为什么呢 是吧 你看到我们每一样东西 就是完全可以说 现在我们做的领域 在历史上是没有人做过的 但我们全面做到 但我发觉最早就是 来自这一份的单纯 这份的赤心 这份单纯的心 不是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没有遇过这些 可以有机会怀疑的时间 但我不会觉得 有个资格给自己去怀疑 我是什么 我为什么去怀疑神 但问题 我见到很多基督徒 他移动一下就会怀疑 移动一下 求婚姻 几年经历到 差不多几年当中 每年都来 找一次你和你谈 为什么求婚姻不行 他觉得是这样 但我自己由信主之初 我觉得我自己没有资格去怀疑 所以其实可能 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实你对神的应许怀疑 其实是一种狂傲的一种 是一种狂傲 我们是谁 我们何许人 哪有资格去怀疑神 但有时候真的说不出口 因为好色人 他真的谦卑不是谦卑到这样的阶段 他觉得怀疑好像是自己的资格 但问题是 其实我由信主那天 我已经觉得自己是没有资格去怀疑 所以我都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我自己私底下是这样和自己说的 我一天说是只可以死 但我不可以不信 因为我根本没有这样的资格 我没有给自己一个这样的资格 所以就像你会看到 在这么多年当中 我可以说 我跟从神的方式 是一种立体的祝福 的一种跟从方式 就是说 有很多时候 那种祝福多到全面到 是没有办法计算的 如果你的那些 不是立体的 是线性的 一件还一件 逐件和你计算的那些 那当然 你可以真的可以 建立到一些的祝福 和一些的进步出来 但是不会像我那些 是无可计算方式的那种祝福 你知不知道 因为我是全面立体的 去跟从神的 我做一件事当中 我是全面得到祝福 不只是做那件事的祝福 这么简单 就好像你会看到 正如我所说 我自己 当我付出去教人的时候 如果说教人 很多牧师 很多教师 很多人都在教人 这个世界 教学是这个世界上 其中一个很热的行业 就是讲座 讲员 很多都有 我们在说 由小学生 幼稚园 到大学教师都有 但是为什么他们教育 都不能进步到 这么大人害怕 对理性知识上面的跃进 只是说单凭理性知识 为什么他们不能跃进 这么大人害怕 不要说那么超前 去将一些极城 那么抽象 无積可尋的东西 可以有積可尋 这么说出来 为什么他们不可以 就是说这件事 就是每个人都用很平凡的 方法发挥 一个人的 他们自己的进步 但是我 是将一个人 真正的属灵里面 可以有的进步 发展正尽 发展完 所以是立体的去进步 我不是单单在现在 我正在做这件事的进步 是全面性 在整个信仰领域当中 我在这么多年当中 都是在进步 但是问题 其实归根究底 我发觉都是来自神 是拿着在一个应许当中 就是杀众 就是因为我懂得保守我的心 而我保守我的心 那种的单纯 那种赤心的程度 是去到 真的可以产生到一百倍 而并且那种一百倍 不像一般人平面的产生一百倍 是可以说是立体 3D的产生一百倍 尼尼玫书第一章第七节 尼尼玫书 你都要去 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 这天国力量 尝应着福气 想吹着神引领 我心先经 今勇约灵女奋兴 求能为神见证 我心多别切 现尽你都知未听 想吹着神引领 我心不幸 今生获尚更新要改正 为神兴兴与波了山岭 走过谦境 终于得适